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室内足球锦标赛东亚区域选赛 今天晚上结束了第二轮的争夺 中国队以9比5战胜韩国队取得两连胜 比赛中中国队以抢逼围的战术有效地遏制了韩国队的进攻 开场仅47秒中国队就由毛义军首开记录 当比赛进行到12分钟时 齐鸿因领到第二张黄牌被罚出场 按规则规定中国队在随后的两分钟内必须以四打五 幸而中国队顶住了韩国队的攻势 上半场双方战成3比3平 下半场中国队加强防守失误减少 最终以9比5战胜了韩国队 8号张勇一人独中三远 在随后进行的第二场比赛中 香港队同日本队3比3占平 中国队目前两战两胜已经吻获出现权 并取得了进军西班牙世锦赛的资格 这是中央台和上海台报道的 韩国国奥队昨天在奥运会足球赛 亚洲区预选赛决赛阶段的比赛中 以2比1立刻日本队夺得第一名 身穿红色球衣的韩国队 此意表现出了良好的整体配合和个人技术 特别是封线杀手崔龙珠 屡屡在日本队门前制造险情 上半场双方均无剑术 下半场第34分钟 韩国队4号李向线利用一次任意球机会率先破门 但是仅过了一分钟 日本队9号程刚二以一记高难度的射门 将比分迅速搬成一平 临近中场韩国队10号崔龙珠操刀主罚点球命中 使韩国队以2比1战胜日本队夺得第一名 这样韩国日本和沙特队将代表亚洲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足球赛 这是本台记者从吉隆坡报道的 建立宝中青队一星28人 今天早晨7点50分 肩负着希望和嘱托飞赴巴西 他们将在那里进行一年的学习和训练 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 为了赶上飞机 小队员们凌晨5点便开始匆匆打点行装 由于6点钟预定接送的客车没有到 队员们只好分头打车赶往机场 一些队员甚至拦了一辆小公共汽车 经过一番颠簸大家终于顺利抵达 在登机前 主教练朱广滬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 据朱广滬介绍 24名队员将在巴西瓜拉尼俱乐部 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和训练 这期间将要安排70场正式比赛 当谈到此行的主要目的时 朱广滬认为 这一年主要要加速运动员 提高他本身的技能 在技能上面主要是尽快让他进入 稳定发展机站数的阶段 也就是加速他在这方面提高 然后更进一步的了解巴西足球 队员们踏上了离别的路程 他们将肩负着四年后再次冲击奥运会的使命 队员们心里明白 这将是一条充满荆棘和坎坷的道路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就在国奥队解散 两支19岁以下国家队 分别前往巴西德国受训的时候 中国少年足球队近日开赴昆明海耿基地 全力备战亚洲16岁以下少年足球锦标赛 这支中国少年队队员都是1980年出生的 共22人 据主教练连胜碧介绍 这支队伍去年7月组队后到俄罗斯集训两个月 去年12月1号集中到广西吴州集训 80年出生的球员是我国足坛的一个断层 身体素质和各方面条件一般 本次高原集训主要是为确定主力阵容 以及加强局部进攻配合和整体防守能力 中国少年队将在昆明集训20天 下月中旬离开昆明 这是云南经济台报道的 奥运会亚洲区乒乓球一选赛 今天三期朝鲜的金城西崔敬社 中国台北的蒋鹏龙 香港的卢传松 以及印度和印尼的一名选手 女子包括中国的刘伟 韩国的柳志慧 日本的东童多英子 中国台北的陈秋丹 朝鲜的三名选手 以及印尼和印度各一名选手 昨天晚上我们报道了 全国南篮甲级联赛 第25轮发生打架事件 国家皮尾篮球处今天迅速做出反应 严肃处理了有关当事者 昨天晚上北京首钢队做客 安山体育馆与辽宁安钢队 争夺甲级联赛第三名 当下半时比赛进行到14分45秒时 辽宁队5号王守强 防守北京队14号汕涛时犯规 汕涛首先动手打人 王守强马上还击 场上秩序顿时大乱 比赛被迫中断了4分钟 为严肃竞赛纪律 国家体委决定取消 汕涛和王守强本次联赛的参赛资格 对汕涛罚款1万元 对王守强罚款1000元 同时取消两人参加明星赛的资格 对管理不言的北京队和辽宁队 给予通报批评 分别罚款1000元 这次赛场打架事件 说明在与市场接轨 向执意化迈进的今天 加强各运动队的对风和赛风管理 已经迫在眉睫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在成都举行的 九六中国雨鞋系列奖金赛 首战比赛 今天晚上产全不向的八抢 此次比赛 由于国家队备战奥运会 无一人应战 故整体水平较弱 但也为地方队员提供了比赛机会 比赛中很多场次竞争十分激烈 多次出现打满三局定胜负的场面 本次比赛将持续四天 另据国家体委官员透露 我国羽毛球管理体制 将于今年年底实行向实体过渡 羽毛球与乒乓球管理中心合并 为顺应国家体制精简机构的趋势 改变现有的局面 这是中央台和四川台联合报道的 第十届中日围棋类台赛 日方主帅大竹英雄 今天下午来到北京 后天接受中方马小春九段的挑战 年过五旬的日 1 2 2 2 3 2 2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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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